大家好 歡迎收看開箱Spy來 三分鐘打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水冷聲音一次攻頂 全覆蓋水冷散熱器 挑戰極限的 Z490 AORUS Trim Waterforce 主機板 這張規格用料真的是頂到極限 10核心所需的 16數量數位備向供電設計 有 搭配的是90A的POWER STAGE 雙8P的供電 兩倍同8層PCB版 這些設計都是為了要解超頻的熱 以及我的主機板的散熱 雙通道是設定DDR4的記憶體 以及雙PCIe 3.0 x 10 支援單卡10 雙卡88 當然更相容未來的所謂PCIe 4.0 RADIO 內建商Double 3晶片 並且具備兩個商Double 3 Type-C的輸出 而且它使用的是整合內顯提供的顯示功能 所以說我的SUNDAW3除了40Gbps傳輸之外 還有USB相容的功能 再加上我的Display的影像輸出能力 緊接著三個NR2前兩個支援PCIe以及SATA 第三個支援PCIe 那六個SATA的情況下 這個D跟N2也是向未來支援 那網路一樣攻頂是Aquania的10GbE 以及Intel的2.5GbE雙LAN組合 無線值是Intel Wi-Fi 6 AX201 說到這一張有多浮誇 這個音效就是最浮誇的 分為前音源以及後音源的設計 兩組音源都採用的同樣的是 REOTED ALC-E220BB的音效處理晶片 那前音源輸出呢 再搭配一顆ESS的ES921-8DAC 那後音源的話 除了還有這顆ES90-E8K2M的DAC之外 再搭配一顆TI的OPA1622A 所以說這個音效是真的一次攻頂到位 然後再來USB的話 則是有前置USB3.2 Gen2 Type 1 4個3.2 Gen2 以及4個Gen1還有6個USB2.0 Waterforce這一張呢 採用的是Aurus All-in-One的水冷頭 這一張這個水冷頭真的超級重量級 它可以幫助我的CPU 我的VRM 我的PCH 以及我的M.2進行散熱 搭配我的這個RGB Fusion的燈光效果 可以說是非常的信仰 那為了讓玩家DIY便利 水冷裝機好看的話 主機板右側所有的連接部 都採水平的設計 意思是說 裝機的時候也更容易整線 好 那我在水冷DIY的時候呢 這個冷頭已經幫各位上好了 散熱膏 以及我的在MOS Choke PCH 10G LAN 還有這個M.2 位置都貼了所謂的導熱膠 那這導熱膠係數還可高啦 6W NK 而且在送你一管 CPU散熱膏 T75026 導熱係數有達到2.89W 那當然剛這些導熱膠 全部都還有一組備用的 不怕你撕 那整塊水冷頭重這個是 2.8公斤 加上主機板的總重是4.2公斤 那這個進出水孔呢 是居1.4的牙龜 除此之外呢 組裝的時候主機板正反兩面 就是在我的主機板正反兩面 都要上這個墊片 才能鎖上螺絲 好 這一塊水冷頭的M.2散熱片 其實是可以獨立拆裝的 所以這點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DIY的時候 你就先把CPU安裝好 就可以把我的冷頭裝上 然後再裝M.2A SSD 這不成問題啦 不過剛說了 這個總重4.2公斤 所以各位裝機菜單選的機殼 建議要選鋼板厚一點的 用料紮實的組裝 不然 以免你撐不住這個信仰 除了這個用料真的是滿出來 全覆蓋水冷頭 也可以確保了我的散熱信仰一義俱全 那配件也是毫不收軟 主機板的音效 分了前音源跟後音源的處理 而且還再送你一個 外接音 這個 Essential的USB Deck 它採用的是USB Type-C的介面 也可以讓你 就是讓你的機殼前置 或者說手機筆電都可能使用 那實際測試的話 這一支內部使用的是 Ess Zebra Hi-Fi ES9280C Pro的DLC晶片 整體的音效推力 我覺得雖然滿強的 然後就 音效也比較立體 比起我們一般的那種 USB 吸轉3.5 那種便宜貨真的是好太多啦 當然 必備了這個 SATA編織線 還在這裡 然後RGB的延長線 一整條 再加上我的溫度 偵測線 還有我的這個噪音偵測線 也全部送給大家 那天線也是直接一次 雙天線到位 另外一支在這 兩根 然後再來附這一整套的這個 哎呀 這真的超強的 AORUS RGB Fan Commander 那這個簡單說就是RGB Fan的擴充盒啦 這個擴充盒可以達到最高8組風扇擴充 不論是12V RGB 或者是5V ARGB都可以用 這一套真的非常豪華 這個信仰真的是堆起來的 有夠狂 Z490 AORUS E-TREM Waterforce 最狂的水冷主機板 讓12星的i9-10900K可以放手去操 也不用擔心我主機板的溫度 全覆蓋水冷直接一次搞定 版載功能10GTP3全部ALL IN 一張攻頂DIY水冷的天際鞋 那不過效能超頻還是要等到 5月20號才能跟大家分享啦 那還請大家繼續鎖定XF 訂閱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追蹤IG FB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